東沖今晚是珍珠歸雅 我國以為珍珠歸雅 在南沙東沖鎮 悠揚的鹹水歌聲響徹兩岸 鹹水歌起源於珠江河流域 是水上人家書發情感的歌謠 鹹水歌最大的特點就是 驚米錯米 好像看到靚仔來叫聲 靚仔哥 你真的生得就靚呵呵 正在教大家唱鹹水歌的老師 叫張健仔 是地道的東沖水鄉人 2018年獲評廣州市第六批市級 為傳聖人 他表示南沙地柱珠江出海口 讀具韻味的鹹水歌 是水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定要不斷傳承和發展 每年都支持我們東中鹹水歌會 搞鹹水歌的珠三國鹹水歌會 鹹水歌比賽等等 這幾年我們舉辦了幾十多的輩訓班 直接進入到中學小學村居裏面 去供一輩訓 有了政府支持 學校領導的支持 對於我們全城津校園進社區 我充滿信心 我特別喜歡鹹水歌 因為鹹水歌可以把我們的家鄉 然後宣傳出來 我想以後可以多學鹹水歌 然後教我的弟弟妹妹來唱鹹水歌 因為這是一種非為文化 為了保護包括鹹水歌在內的多項非為 南沙區去年三月 引發了南沙區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工作區制聯席會議制度 建立以分管區領導任聯席會議總召集人 區各有關部門 和各鎮街參加的協助聯動機制 一起解決非為保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最近正式揭牌成立的 南沙區非為保護中心 正是這一制度的成果之一 隨著中心接牌 隨著中心搞這種展會 國交展 很多群眾有多了一個了解非意的渠道 中心會負責非為保護管理相關工作 例如提升非為數字化水平 加速非為資源產業化成果轉化等 它的成立標支持我們區 有了比較正式的機構 鑑權以區非意中心為龍頭 各鎮街綜合服務中心為支點的 一個非意管理網絡 那麼在聯席會議的強力推動下 南沙區各部門各鎮街通力合作 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參與 營造了門非物質文化遺產 跟南沙經濟發展相互交融 共同繁榮的一個和諧局面 有了聯席會議制度 南沙多部門協助更加高效 比如聯手教育部門開展 王國麒麟文化教師培訓活動 聯合東沖鎮舉辦 朱三角鹹水歌邀請菜等等 打響南沙非為的明星 麒麟五跟健身文化相融合 就是說把體育部門 教育部門聯合起來 把麒麟五包裝成健身操 在學生的大課間裡面 作為課間操推廣 然後也作為老人健身操 在社區裡面推廣 除此之外 南沙的非為名錄體系 也不斷完善 去年以來公佈了第四批 第五批區級非為代表性項目名錄 共新增了11個區級非為項目 全區仲掛牌成立了12個區級非為傳承基地